高雄三明區灣城裡 除了學區和賣場商圈 也是工廠林立的地方 來到灣城裡內熱鬧的頂山街 自然少不了俗又大碗的美食 里長黃文良在地生活數十年 將口袋名單拉出來 名列前茅的就是這間善於意面 我們來到我們里來 灣城裡一高的鮮魚麵 這間已經四十二年了 白那間都繼續在做 牠的鮮魚你看整塊很健康 吃起來會Q 牠跟炒意面大火炒起來 口感吃起來就QQQ 所以人家就吃不鮮了 我們是從年輕做到現在 肥就是我們自己補的 像海產什麼 我們都叫人家直接送過來 像這個撒仔魚棟 外面吃的時候 外面都有這種臭味 我們的魚棟就是都沒人家吃的都抓的 剛過下午五點 老闆全家人已經忙得不可開交 老闆表示原先因為年勢已高 想將店面收掉 但里長替他們尋找到如今的新店面 而事實證明 許多客人一路從舊地方追隨到這裡 換了新的店紙 好味道也驚豔了更多新客人 這邊人潮比較多啦 有新的客人 客人說 他說從高雄市 全高雄市吃一吃就是我們的 山魚麵最好吃 味道啦 那個味道最好吃 好吃又便宜啦 來到這間炒米粉店 年輕的老闆正在撈著香氣四溢的豬血湯 合理價格加上不容質疑的美味 讓現場客人酪役不絕 一大鍋炒米粉根本不夠賣 好來 我們來吃這間米粉 米粉湯是最快的組合來叫 這樣你買米粉跟麵可以 綜合可以 它的米粉還不吃得不夠粵 喝下去還不夠粵 這就是他們的招牌 出動又快 叫一叫吃吃 小吃不用排隊排很久的 對啊 外帶也方便 我們的米粉算是就是煮的比較軟 時間也用的比較久 而且我們的米粉也比較香 老闆原先已經有一間15年的米粉店 為了跳脫舒適圈 驗證自己的實力 選定在這裡重新出發 炒米粉和豬血湯的黃金組合 是來訪客人的必點項目 豬血湯以大骨蔬菜雞骨熬煮 裡頭的料也十足豐富 包含豬血 豬肝 肝蓮 豬腸 豬肚 湯的話人家外面他們可能就是都會丟在一起煮 可是我的話我都是另外一個一個處理 當天現用的這樣 就是食材都我們都盡量用的很新鮮 對 只要客人喝下去都懂 就基本上喝了就還會再買這樣 用料豐富烹調用心 店面雖小內用座位也不多 但做實在生意的老闆 忠實體現出了街邊美食的精髓 就是湾城裡的人們 在日富一日生活中的最佳陪伴 歡迎你的美食讚 記者吳家衛 李凡飛 高雄報導 記者吳家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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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